很多病在脚上都有开关 你有心就受益 脚位于人体位置的最低处 承载着全身的重量 步履轻快 精神充沛 是人体气足神旺的表现 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精神百倍的感觉 而当人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 往往最先感到腿脚发成无力 中医认为脚 行气穴 连脏腹通内外 不同的部位分别投射着五脏六腹 所以脚又被称作是第二心脏 中医早就有上病取下 百病致足之说 即全身许多疾病可以从足而治愈 眼干揉大脚趾 中医认为 干煮木 干开窍于木 也就是说 干是主观眼镜的 干提供的血液及其阴晶物质 源源不断地上输于木 才使木得以乳养 如果干不好 那么血液及其阴晶就不能乳养木 眼镜得不到滋养 自然会感觉到干涩 甚至是疼痛 揉脚趾头缓解眼干 因为干净起于大脚趾 所以经常刺激大脚趾 可以加强干净的气血 从而滋养眼镜缓解不适症状 只可按小脚背 抱抱咳嗽 家长肝着急没辙 不如抱着小脚丫给揉揉 尤其是脚背 这对那些风热咳嗽 并伴有扁桃体炎的患儿 有较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找到宝宝脚背上大拇指根部两侧的部位 这就是扁桃腺的反射区 只要扁桃体发炎时 这个部位一按就会很疼 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 左右大脚趾都要按摩 一只脚趾按摩五分钟 之后继续给孩子多喝温开水 或者放了一点盐的淡淡盐开水 孩子咽喉肿痛的现象就会明显减轻 助降血压转脚腕 俗话说 人老脚先摔 养生先养脚 可以说 从脚腕到脚底 是保健养生的一个重振药区 而对老人来说 经常转动脚腕子 有助于抗衰老 降血压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一般每次左右各转一百下 有高血压的人 一般有怀部发应的症状 转动怀部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长期坚持 有很好保健作用 像话不良 斑斑脚趾 人的第二和第三个脚趾上的 穴位与肠胃有关 按摩二 三脚趾指缝间的内停穴 可达到健胃的目的 消化不良 有口臭 便秘的患者 最好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磁穴 以达到泄胃火的目的 对于脾胃虚弱 腹泻 受凉或进食生冷食物后 胃痛加重的患者 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磁穴 静脉曲张 点脚走 点脚运动 也是一种简单一行的足部锻炼法 有研究认为 点脚运动 产生的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收缩 压脊出的血量 与心脏美搏的排出量大体相当 长期进行这项运动 能解除久战 久坐后的机体疲劳 下肢酸胀 和阴下肢血液回流不畅 而引起的静脉曲张 每天坚持二到三次 每次五到十分钟 睡觉流口水 按脚拇指 入睡后流口水 醒来舌头两边有齿痕 并出现饭后腹胀等症状 中医认为 这是皮须的征兆 在足内侧大致根部 稍微突出的骨头后面 有一个太白穴 点柔此处 可刺激足太阴脾经经器 促进脾韵化水湿的功能 消除睡觉流口水症状 抗衰老常抬双脚 抬高双脚也是锻炼足部的有效方法 只要每天坚持高架双脚 二到三次 每次五到十分钟 就会使腿部的肌肉得到放松 这么好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医爱酒 心肺的氧气供应和血液回流得到加强 对大脑和心脏的保护作用尤为明显 还具有抗衰老作用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表 给人的感觉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她的养生经验就是坚持每天脱掉鞋子 把双脚高高举起几分钟 介意松弛全身 见脑养肾脑脚心 人们进入中年以后 多数人会表现的思维比以前迟钝 记忆力也会不同程度的降低 很难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项工作 这是脑衰老的一种表现 要维持大脑年轻 推荐搓擦足心 擦至局部发热为止 在爱柔脚心后 还可以配合点按位于两侧足掌心的涌泉学 科室人精力旺盛 体质增强 防病能力增强 对防治中老年常见的腰腿酸软 失眠多梦 神经衰弱等疾病很有帮助 人知先天跟余圣 涌泉为圣经七十学位 如泉水之涌出 为精气之所发 因此涌泉具有滋胜水 降虚火 正经安神 健脾和胃 益胜利尿 疏干明目 健足之功效 胜气不足抬脚跟 脚心有个很重要的穴位 叫涌泉学 属于圣经 气血从这个穴位 像泉水一样 鼓鼓地涌出来 然后沿着经络 滋养全身 抬抬脚跟 不但能按摩到这个穴位 还能拉伸脚底的圣经 起到刺激圣经的效果 老人家胜气不足的时候 容易精神违靡 老师睡不醒 睡得再多 还是精神不好 动一动就心慌 心跳得厉害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提提脚跟 每天练习几次 每次几分钟 就把肾气提起来了 当然 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 圣经的气血最旺盛 这回抬脚跟 更是会事半功倍 心火旺按脚底 心火旺容易出现心烦意怒 口舌生疮 睡眠不加等 中医认为 心火旺容易出现肾水亏 所以上火要补肾阴 以痒痒 达到心肾相交 脚底的永泉学 是圣经的歧视学 肾气从这里生法 用温水泡脚 并揉揉脚后根 暗暗脚心 可达到打通圣经 引火归原的目的 对缓解心火有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